Hello大家好,我是桂林一 2012年10月,事业有成的女教授若马搭载飞机 从日内瓦飞往了美国波士顿 当她在洛根机场通过海关关口时 一位官员检查了她的通行证件 然后,若马被直接带进了小黑屋 官员并没有多做解释,只是给了她一部手机 并允许她致电家人 因为同她随行的还有她三岁的女儿 当若马联络了她在法国的丈夫后 官员安排人员照看孩子 然后,他们给若马戴上了手铐 若马被押到了加州城县的一所监狱 她被指控一级谋害罪 由于事发突然,若马和其家人措手不及 或许沉默不语是一种应对的方式 不过这一回,检方愿意等待 毕竟为了这个答案,他们已经等了18年 在若马被拘留的两个月后 她和检方达成嫌疑 仅以三年的牢狱,从而让18年前的悬案得以破解 但就在若马准备步入法院 签署她的认罪协议 前一分钟,她变卦了 与此同时,她的政府和孩子已经站在了法院门口 他们宣读起了公开声明 直至检方因为想要破案而诬陷好人 他们无情地把女儿从若马的身边抢走 把柔弱无辜的若马关进了没有自由的牢房 这不是美国,不是正义,而是迫害 声明过后,若马似乎成功获得了舆论的支持 但也就在此时,又有一位脚踝的罪犯冒了出来 而她所带来的故事很可能有转钱款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 关于心理大师若马和她的故事 若马1974年出生于墨西哥南部的一个小村庄 那里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 甚至没有流动的干净水源 若马的父母决定移民美国 从而改变贫穷的现状 当全家人搬入了南加州后 母亲为了能多挣点钱 同时兼任了多份工作 而若马的父亲则因为住世不顺 则开始自暴自弃 成为了一个脚鬼 她不但对母亲大吼大叫,常常动促 还对若马和若马的兄弟姐妹们大打出手 在若马12岁那年 父亲便非法占有了她 她没有告诉母亲 因为她不想让母亲忧心 况且,母亲也不是父亲的对手 若马强忍屈辱,努力学习 希望能有一天自己学成归来 远离这个病态的父亲 并把母亲和兄弟姐妹们都解救出去 当她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加州顶尖的学府 拨摸那时 若马以为这一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 但1995年3月25日 正在读大二的若马 却做出了让她这一生都需要为之买单的决定 那一天是周六 一向以学业为重 从不喝酒也不参加聚会的若马 不知怎么竟然答应了自己的姐妹一同去酒吧小区 她在那里遇到了25岁的贡萨洛 一位也同样来自于墨西哥的老校 他们聊天、跳舞 并在活动结束后互留了联络方式 次日一早 贡萨洛致电若马 约了她和她的姐妹们一起吃早餐 然后她送若马回到了学校宿舍 在宿舍楼下 贡萨洛说 她口渴 希望能走进若马的寝室借口水喝 若马并没有多想 带着她上了楼 但当寝室的门被关闭的那一刻起 贡萨洛的本性就暴露了 她开始强吻并脱掉了若马的裤子 第二天 若马去到了校园医务室 她告诉为她检查的护士 自己被人侵犯了 但据若马说 那一位护士并没有采取行动 她只是给了一些关于事后避孕的建议 三周后 4月16日 零点刚过 贡萨洛的汽车被追尾 她刚与一位朋友 从西侯洛马的那家酒吧中离开 还没有开出两英里 就有一辆白色货车撞上了他们 贡萨洛很生气 她下车检查状况 谁知 白色货车里突然冲出了两个男人 他们对着贡萨洛一顿毒打 贡萨洛的朋友见状后 迅速跑向了周边球员 当她好不容易 在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中 找到了一位愿意来帮她解围的保安 并一同回到了事发地时 他们却发现 贡萨洛和白色的面包车都已不见 地上只留下了贡萨洛的一块手表和一支鞋 1995年4月16日早上8点多 在加州尔湾靠近405高速公路的附近 一个被蓝色纸巾包裹多层的男子躺在地上 警员掀开纸巾后 只见男子的皮肤组织已经被切成块状 她的头骨开裂 右手的手指也几乎被斩断 由于数小时前 警员才刚接到关于贡萨洛的失踪案 所以很快 受害男子的身份被确认 在警方与贡萨洛的哥哥交谈时了解到 贡萨洛已经结婚 她的家里还有两个幼女 只有一岁和两岁 她很爱她们 可她自己也有问题 她在外面还有三个墨西哥女朋友 但很快 这些女朋友们的嫌疑均被排除 警员还调查了贡萨洛的朋友圈 但暂时也没有发现谁有作案动机 三周后的5月23日 警员在拿到了搜查令后 对贡萨洛的公寓进行了检查 在一张电话账单的背面 警方发现了一个写得歪歪牛牛的名字 和两组号码 而这些号码属于诺马 6月8日 罗马来到警局 她很不情愿地叙述了自己 与贡萨洛的交集 她说自己正在努力忘记床上的事情 但这真的很难 她的成绩已经明显下滑 最近的她也无法集中精力 重新振作 不过幸好 她的前任男友詹妮 在4月份联络了她 罗马向她哭诉了自己痛苦的经历 但罗马说 她并没有把色狼的权名 和联络方式透露给前男友 因为在与前男友詹妮交往的7个月里 罗马发现 詹妮的控制欲很强 哪怕现在 他们两个人已经分手 她都不怎么乐意 见到别的男人接近罗马 更别说是欺负了 罗马向她说这一件事情 只是想寻求一点安慰 她并不想再惹事端 但警员并没有放过任何一种可能 他们也调查了詹妮 而在詹妮的名下 恰巧有一辆白色货车 虽然詹妮表示 这一辆车一直都是她的好友在使用 好友开了一家汽车维修店 平日里需要开着这一辆货车 装载器械 但当警员来到店铺 给这一辆车做检查时 却发现 车辆的保险杠上 有明显的凹痕 白色油漆也掉了一块 而在他们车间里 一个老式的出纸机格外显眼 因为它里面的纸巾是蓝色的 这正好与最后包裹在受害者身上的相一致 另外 车间的地面上 警方还发现了异地穴 虽然当年的DNA技术 还相对的不稳定 但结合所有的证据 足以使警员相信 詹妮跟本起案件脱不了干系 而在后续的审问环节中 詹妮拒不承认 但警方还是在1996年3月 以谋害罪名起诉了她 可在检方准备证人证刺时 却又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 关键证人诺马 不能上厅指证了 因为若马和他所谓的前任男友詹妮 居然已经在 贡萨洛出世的一个月后 秘密结婚 根据加州的法律 若马享有特权通信 简单的理解就是 夫妻之间享有互动的机密性 法院不能强迫丈夫或妻子 透露在婚姻期间 保密通信的内容 也不能强迫配偶任何一方 作证指控另一方 所以 缺少了若马的关键证词 就很难证明 詹妮是因为生气而报复被害者 检方也没有足够的实质证据 可以告到詹妮 虽然她没有试图 劝若马出来作证 但若马对此避而不谈 就这样 唯一的嫌疑人詹妮被释放 本案也进入了冷冻期 接下去 若马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詹妮被释放后 若马跟她的婚姻 只剩下了一纸文术 两人并不经常往来 若马去到了非洲留学 而后又返回美国 在拿到了双文凭后 她进入了德保罗大学 进修临床心理学 2000年 若马在参加加州的政治竞选投票时 遇到了另一位来自于墨西哥的成功男性 事业有成的神经科学博士 豪尔赫 豪尔赫靠着自身的努力 成功改变命运 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还拥有自己的生物医学研究室 当时豪尔赫47岁 比诺马大了21岁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人的恋爱 2001年8月 豪尔赫在纽约的世贸中心向若马求婚 若马微笑答应 但讥笑时候 她又突然泪流满面地告诉豪尔赫 自己不能嫁 因为她并非单身 她不愿意告诉豪尔赫全部的经过 因为在她看来 不知道等于在保护豪尔赫 豪尔赫对此表示尊重 她为若马请了一位律师 在律师的协助下 若马和詹妮经历了三年的谈判后 詹妮最终签字离婚 而豪尔赫也终于娶到了她的信仰 2004年 若马和丈夫移居法国 并在日内娃上班 2007年 若马成为了世卫的心理健康顾问 2009年时 事业爱情良分手的夫妻两人 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两人还在瑞士的边境 一个法国小镇上购买了房产 但此时的诺马并不知道 在2010年 贡萨洛发生不幸的15年后 她的女儿们已经长大 他们一直期盼着 父亲的案件能够水落石出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DNA技术也已经相当成熟 两个女儿向警方申请 将当年在汽车店中收集到的 内地血样本做检测 后竟确认 那属于贡萨洛 也就是说 她曾出现在了那里 正让检方和被害者的家属 看到了希望 他们立刻给居住在法国的 诺马发送邀件 因诺马已经和詹妮离婚 这意味着 只要她愿意 她仍然是有效证人 大家都非常希望 她能够配合回美指证 为18年前的案件 划上句号 但诺马却无视了 这一份邀件 对此 检方和家属其实并不能理解 而当检方再一次翻译卷宗时 他们似乎找到了答案 据记载 在贡萨洛事发的当晚 若马的姐妹南西 也去了那家酒吧 检方在十余年后 再度联络了她 南西非常肯定地说 当日不只是她在酒吧 若马和她的前任詹妮也都在 她又看见 若马的手指向了贡萨洛 这一个动作相当相当的关键 回到开篇 2012年10月 若马再一次踏上了美国领土 她已经不再是一个证人 如此简单 她手指的那个动作 已经被检方视作为是导火线 两个月后 若马终于开口了 根据若马交代 1995年4月16日 詹妮拉着她走进酒吧 她让若马指认 究竟是谁侵犯了她 若马当时指向了贡萨洛 詹妮并没有说什么 她只是让若马原地等她 若马并不清楚 她接下去要做什么 后来 詹妮回来后 带她去了汽车店 进店时 她好像是听见 有人在残叫 当她被带上阁楼时 她看见贡萨洛 正在被他们吊起来的 当时她认为 这只是詹妮在为自己出气 但她绝对没有料到 那是贡萨洛的最后一页 再后来 詹妮为了逃避追责 向诺马提出结婚 若马别无选择 因为她也害怕詹妮 她不敢冒险报警 当时的自己只是觉得 与詹妮结婚才能保住性命 当然 她现在非常后悔 若马还说 她虽然没有看见 是谁动了手 但当日 汽车店里只有六个人 除了詹妮和自己 还有汽车店的老板科迪 老板娘丹安娜 朋友山农 以及山农的女友朱丽 审讯结束后 12月7日 除了汽车店老板科迪已经过世 其他的人员 均被检方带回审犯 若马获得了保释 她向检方承诺 自己不再回避 即便贡萨洛在当年侵犯了自己 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 但她也会试图 给贡萨洛的家人一个交代 检方和律师则开始拟定认罪协议 若马答应 文件就绪后 她会签字 但2013年11月 案件又一次反转 若马拒绝了认罪协议 她还把整起事件 向社会公开 她称 自己是一个被侵犯的受害者 为何要为他人自愿的报复行为 而负责呢 若马被玷污 失去了选择权 失去了第一次婚姻 难道现在还要为此失去三年的自由吗 新闻一出 舆论华然 第二天 拒绝签署认罪协议的若马 再次被捕 而涉案的另一位女性 老板娘戴安娜 则向检方揭发 她称 若马不只是警警 只能指贡萨洛 老板娘戴安娜说 若马并非不知情 在她的前任詹妮 召开集体会议 讨论要如何处理贡萨洛时 若马也在场 行动的第一步是绑架 若马当时亲眼所见了整个过程 因为她和詹妮的车就跟在白色货车后 而行动的第二步 是把贡萨洛拖进汽车店 她记得 若马当时犹豫了一下 她用西班牙语对着大家说 我不认识她 暗指自己有些后悔这一次行动 至于最后动手的那个人 丹安娜说是詹妮 因为当贡萨洛被拖出汽车店时 她还有微弱的气息 后来她的丈夫科迪告诉过她 当他们丢弃贡萨洛时 詹妮赐了她最后一道 案件的另一位参与者朱莉表示 她能够确认 丹安娜镇子的第三点 在汽车店门口 若马有些犹豫 若马还曾一度相遇朱莉去报案 但两人后来被各自的男友威胁了 除了上诉对诺马的不利症之外 警方还查到了更多的疑点 他们都与若马向舆论所宣传的内容 背道而驰 2012年 罗马机场被捕时 她和丈夫说 她是到美国去增加学术会议 但事实证明 她是与自己的浅浅男友约定 两人会在康涅迪格州秘密约会 一个星期 时间到退至1996年 若马说 自己不得不答应与詹妮结婚 要不然自己可能没命 但警方却查到了很多 她与詹妮在婚后拍摄的照片 照片中 两个人甜蜜幸福 再回到案发的1995年 若马说 她受到了侵犯 虽然检方已经很难找到 当年为若马做检查的护士 但根据医疗的记录显示 当时的护士写下 无保护性措施下的性行为 这似乎与侵犯是两个概念 而那天 若马上课迟到了 据她的教授会议 若马也并没有向教授 哭诉自己的不堪遭遇 最后 作为心理学专业的若马 十分清楚 应当如何 引导人们的情绪 包括她在新闻发布会上 不惜利用自己才4岁的女儿 作为煽情的道具 她把自己包装成 整一起案件最大的受害者 然后引发公众对于校园性情的关注 无论是在审讯时 还是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 她总能把问题的关键顺势引开 检方不得不到吸冷气 这个女人实在可怕 关于本起案件的审判 因为詹妮的证据确凿 所以检方想适当提前 詹妮的开庭日期 没想到消息一出 若马立刻有了新行动 她询问自己的律师 看看能否重新签订认罪协议 因为她觉得 有太多对于自己不利的证据 哪怕他们都是可以反驳的 但她还是会担心 这会承担过多的风险 她想赶在詹妮审判前 出庭指证詹妮 2015年4月 詹妮庭审的当日 若马签下了她的认罪协议 她的前任詹妮在辩护时表示 自己当时是被若马洗脑了 而若马在为检方作证的同时 还站出来为自己做了辩护 最后在贡萨洛离世的20年后 詹妮被判处无期徒刑 不得假释 若马因为认罪协议 被判处6年监禁 汽车店老板娘戴安娜 因为过世罪被判4年 帮凶山农被判无期 25年内不得假释 她的女友朱莉 后被确认 为直接参与伤害行为 又因主动交代了案件事实 获得了豁免权 若马在2018年6月提前获释 她与她的支持者们仍然坚称 这是一场骗局 若马的牢狱之灾 是在为詹妮买单 是在为她年少时 大意地给仅仅只认识了 几小时的老乡 留下了电话号码而买单 但贡萨洛的家人却表示 若马聪明 狡猾 她还在操纵人情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见